一大新牛隊球員高舉氣彈槍 目標期待其他中職三隊 打下總冠軍 開訓儀式上球團宣布回歸大本營高雄 爭取任養澄清湖棒球場 營造高雄主場氣勢 第一個優先的方案 希望六十場都在高雄做全主場 那麼第二個方案是 在高雄有四十五場 那台中有六場 台北有九場 新球季開始 幾位球員的薪資也跟著看長 隊長胡金龍 羅家仁和林一泉 三人月薪突破新台幣五十萬元 其中林一泉是全隊最高薪 他過去六年拿下三座年度MVP 未來十年希望締造生涯百道 因為大家都擺紅擺到千安 我如果擺紅千安少一個擺到 也是覺得有點遺憾 那就給我十五年到十年的目標 我一年跑個十次 就希望三隊的捕手 就手下留錢 一大犀牛隊去年主場 觀眾人數墊底 球團今年特別擴大行銷團隊 並深入地方基層 挖掘潛在球迷 希望在新球季炒熱票房 中央社記者張新鮪高雄報導 謝謝 這裡喔